到24公里处 今天早上9点多 传出气暴路面被炸毁 满目窗戟 而附近的民众听到 巨大的声响都吓坏了 还以为是发生了车祸 而据了解 这路段刚施工环 自来水公司的工程 而快车道目前还是封闭 并没有开放 而当时有辆油罐车开在慢车道 还好它车速慢 并没有受到波及 而消防初步判定 现场并没有找气 据怎么会发生气暴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博游马路碎裂不堪 大小博游块散落满地都市 现场满目窗移 嘉义新港乡164线到24公里处 突然气爆 博游路被炸毁 凌乱不堪 附近民众全都吓坏了 还好没有人受伤 拨鞋子里面都不清烟鞋 还要脱鞋子一厂五个汤 真的很热 有一个气味 很平的 22号上午9点多 附近民众工作 突然听到蹦一声的巨大声响 以为是有车祸发生 赶紧查看 结果没想到却是看到马路爆开来 爆炸的路段刚好是自来水公司 施作嘉云输水干道工程的地方 施工后还是封闭快车道 还没有开放通车 22号上午突然传出气爆意外 有辆油罐车开在慢车道 差一点点就被砸到 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那下面对检测是没有任何 早期的进行 还在做进一步的了解中 马路突然传出气爆 现场满目窗移超吓人 还好该路段还没通车 没人受伤 现场也没有侦测到 造成气爆的气体 详细原因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侯国文 陈珊珊嘉亿采访报道